猎王记下第十三章 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 二十三年 耶护的儿子约哈斯 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十七年 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 总部离开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 和他儿子变哈达的手里 约哈斯恳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他 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 耶和华是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 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 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 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 仍然去行 并且在沙玛利亚留下亚瑟拉 亚拉瓦灭绝约哈斯的民 践踏他们如河场上的沉沙 只给约哈斯留下五十马兵 十辆战车 一万步兵 约哈斯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永利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约哈斯与他列祖同岁 葬在沙玛利亚 他儿子约阿斯接续他作王 犹大王约阿斯三十七年 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 在沙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十六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离开尼巴的儿子 耶罗普安 使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一切罪 仍然去行 约阿斯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和他与犹大王亚马歇征战的永利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约阿斯与他列祖同岁 耶罗普安做了他的位 约阿斯与以色列诸王 一同葬在沙玛利亚 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 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 扶在他脸上哭泣 说我父啊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利沙对他说 你取弓箭来 王就取了弓箭来 又对以色列王说 你用手拿弓 王就用手拿弓 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 打地坝他打了三次 便止住了 神人向他发怒说 应当击打五六次 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 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 以利沙死了 以利沙死了 人将他葬埋 到了新年 有一群磨压人犯禁 有人正葬死人 忽然看见一群人 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 一碰到以利沙的海谷 死人就护活 站起来了 约二十年间 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 以色列人 以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所立的约 人施恩给以色列人 连续他们 眷顾他们 不肯灭尽他们 尚未敢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 亚兰王哈薛死了 他儿子变哈达 兼蓄他作王 从前哈薛和约阿斯的父亲 约哈斯征战 供取了些诚意 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 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 变哈达 就收回了以色列的诚意